那你的意思是说 维克多用了多重密码 对 可是这能联系到什么呢 没什么就是没有的意思 安妮 在你们犹太人中 关于没有或者没什么 有没有其他的说法 比如说传说啊 或者是神话什么的 没有 好像没有 没有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们琢磨了半天 结果就是一无所有 这艘船的事情 你安排得怎么样了 太太放心 这件事是我亲自找的 她们一听说 这些东西是我自己的 所以她们就答应了 绝对安全 好 没有别人知道吧 按照您的吩咐 这事谁都没说 就连我们大少爷 都不知道用船的 都不知道用船的 这件事 这件事情 你必须自己去办 不能经别人的手 那好 去吧 来 我想起来了 我们犹太人语句谚语叫做 我们生来就是一无所有的 是这样的 这句古老的谚语 就是要鼓励我们犹太人 财富都要靠自己 亲手创造的 所以我们犹太山人 才能行走在世界各地的 我具体也是 始终把这句谚语 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说明她是一个 对本民族文化和犹太文化 十分自豪的人 的确是 那好啊 那我们就试着从犹太文化 和希伯来文 着手去想这件事情 我好像知道一点什么了 什么 快说 我好像知道 快表上的密码是什么了 那快说说 我们希伯来语 一共有二十二个字母 每个字母 分别对应着 一个或者几个英文字母 而且希伯来语 最有避余 其他文字的地方在于 每一个英文字母 又对应着一个阿拉伯数字 我想我明白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用七个英文字母 来对照七个希伯来文字母 然后用这七个希伯来文字母 来对七个阿拉伯数字 从这方面考虑 这个我看能行啊 来 快快快 阿拉伯数字母 波莱鱼是一个字母 对应着是四百 I对应着是十 右一个N五十 然后G对应着是三 那这就是密码了 五十七十四百十五十三 这组数字是不是太多了一点了 那是一个单词 在西伯拉语中 应该是数字相加 正确的是五十七十加四百 加十加五十加三 五百百二十三 对五百八十三 我想啊 这应该就是准确的一组密码了 那另外两组是不是也这么破解 恐怕不行 大卫之心后面是一句话 My Princess不能用这种办法 而且摩西雕像的后面是一组数字 不过今天我们的收获已经是不小了 最起码找出了一组密码 继续加油 好吗 浩然 你真是我生命中的摩西 没什么 我也只是碰巧而已啊 我说你们俩别在我面前这么显恩爱好不好 我都有点受不了了 去 二少爷 找我有什么事啊 长生 二少爷 你告诉我 秦仪到底让你用船干什么去了 用船 我怎么不知道用船这事啊 长生啊 二少爷 你别在那儿跟我装糊涂了 你找的那个船员 他可什么都跟我说了 就看你小子老实不老实了 我是什么人你心里面应该很清楚 你要是不老实交代 我就把你全家全部送到日本先兵队去 二少爷 您别生气啊 我们家三代跟着老爷 看在这么多年为老爷卖命的份上 您就找我长生这些回报 那你说不说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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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少爷 我什么都说 坐坐坐 我什么都说 那你说 秦仪到底让你用船来干什么 太太说 日本人的手 已经伸到大华里来了 大少爷太忙 二少爷 二少爷又靠不住 不是我说的 是太太说的 太太说 现在要想办法自保 就必须 把美超和黄金 秘密地送到重庆去 快滚 是 我把具体事情 向初作做了汇报 初作同意 可以利用我们 沿江各处的连流点 保证此次的运输安全 真是太好了 多谢初作 别这么客气 你为我们总统 也曾立下过汗马功劳 再说 大华船长 也不仅仅姓陆 也是我们党国的 等把日本人赶走以后 相信大华 会为我们党国 做出更大的贡献 所以 重庆方面 也不想看到大华 就此结束 哦 具体的事情 你自己解决吧 好 还有 日本驻中国派遣军 司令官港村宁寺 近期 要在中国南部 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上海 就是他们的军需筹备处 重庆方面 下了死命令 不惜一切代价 要破坏这个计划 各位 最近大华的情况 大家都已经清楚了 我的意思是 先保留维修部门 其他的部门 按照原计划 先全部关闭吧 关闭了 我不同意 陆浩天 你来干什么 我来反对你的提议 你也应该知道 这是父亲的决定 那是前一任董事长的提议 此一时彼一时 我现在反对你 也没有什么错呀 陆浩天 从你所谓的 上了日本人的当 侵犯了大华的利益那一刻起 你就已经是大华的罪人了 你不但不思悔改 还一意孤行 你简直太让我痛心了 你可以离开了 你没有这个权利 你这么多年在大华都做什么了 大华所有的员工都知道 这么多年来 是我一直在为父亲撑着大华 陆浩然 你在大华是没有根基的 这一句话还应该是我对你说才对 是 这么多年 我的确没有对父亲 对大华做出什么贡献 但是至少 我没有伤害过大华 不像是有些人 把父亲苦心经营多年的产业 攻守送给了日本人 那是因为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所以说不会犯错误 而我 虽然是出了点问题 但是我在大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陆浩然 我告诉你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是想回来捡献成的 你想独占大华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陆浩然 陆浩然 我没有想到你现在还说出这样的话来 更没想到你现在还不是悔过 好 我现在以兄长的身份 请你离开 我告诉你 就算是父亲现在在这里 也会同意我的观点 从此以后 大华再也没有你的位置了 谁说陆二公子在大华中没有位置 陆二公子现在代表的不是他自己 他在代表我们日方跟你陆董事长谈判 既然陆二公子已经说了 他不同意去掉那些部门 那就不能去掉 我们全力支持陆二公子 我认为现在不太适合关掉任何一个部门 现在正是战乱时期 我们正好利用大华的船只和航线 扩大大华的业务 如果现在把这个机会白白地浪费了 那岂不是可惜了 所以说我不同意 现在散会吧 听见没有 诸位 请坐 如果你们不同意我们的意见 那我只有要求阁下 在三天之内离开这个地方 我们大日本皇军会另有用处的 各位 我有件事情想跟昊天商量一下 大家在这里稍等片刻 来 我们来 再接一个 来 你现在支撑了 你说干什么 是什么 你过来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不想干什么 我只是为了大华好 为大华好 你帮日本人做事 我没有帮他们做事情 我只是利用他们 来实现我的愿望 你以为日本人 那么好对付他 你别忘了江南好 还有大华的土地 就是被他们给算计的 哥 今日不同往日 日本人为什么 处心积虑地对付我们 还不都是因为父亲 一直跟他们对着干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哥 日本人现在 没有那么多精力管我们 他们只是想让我们服软 他们并不想吞并我们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能再跟日本人 对着干 不行 这个决定我不同意 哥 我再叫你一声哥 使食物者为俊杰 你不想大华出事 我也不想 你如果不想陆家 祖辈的心血白流的话 我劝你不要一意孤行 哥 你如果不同意的话 陆家可真就危在旦夕了 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各位 今天突然出现了一些情况 好 会议就到此结束吧 提议暂时先不执行了 不执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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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呀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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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不要大华的未来 就靠二位公子 闪闪我 拭目以待 王先生 这次皇军能得到江南号 和大华厂的利器 王先生 功劳大大的呀 这是我们对王先生的一点谢意 能为皇军效力 是在下的荣幸 以后还有很多地方 需要王先生帮忙 只要是在下能做到的 随时听候松景先生的调遣 好 那我先谢谢你王先生了 放手 起来 上山局 你好啊 那我就不打扰二位的工作了 告辞了 好 王先生 那我就不送了 留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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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上山局 粮食筹备得怎么样了 正在筹备 可中国很多商人都不合作 我们只好采取飞车手段 我不管你采用什么手段 必须要安施 甚至提前把粮食筹集起来 为我前线的皇军天空济阳 是 学生一定全力以赴 浩然 现在我们大华船厂的地契 在日本人手里 又有宪兵大队的武力威胁 我觉得我们现在 还是不能跟他们正面冲突 您说得没错 而且现在陆浩天 跟日本人站在了一起 大华以后的事务 会更加艰难 秦义 我们呀 可以暂时安兵不动 大华的事情 暂时不能告诉你父亲 他身体刚刚恢复 如果再告诉他 他再扛不住 那可不得了啊 你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陆浩天在大华的会议上 明确反对陆浩然 关掉其他部门 可是就这些情况看来 陆浩然好像完全 没有什么反应啊 阁下 陆浩然完全没有回首之力 他们兄弟之争的斗争 完全按照您的剧本在进行 很好啊 兄弟反目一直是 中国历史的主流 尤其是争夺皇位 如果现在这个剧情 还不好看 我们还要帮帮他们 在他们的斗争中 加一把火 这样才有看透 阁下 我们下一步还需要做什么 我们需要成立一个 中日合资的贸易公司 让陆浩天来担任这个董事长 什么 让他当董事长 对 他不是一直想当董事长吗 我们就满足他这个愿望 我们分裂完了他们陆家 我们下一步就是 通过这家公司 逐步开展 所有在华商企业吞并的工作 直到我们完全掌控 上海的经济 属下明白 你还没有完全明白 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 这总是让你们 宪兵队的人冲在前头 让中国人觉得 我们是用抢夺夺取的 他们会不服 从而结成联盟 这样对我们就太不利了 有了这个贸易公司 我们可以借着 大日本帝国的经济力量 对这些企业 各个击破 逐步吞噬 大华船厂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 刚刚借来老家发来的消息 刚刚借来老家发来的消息 现在日本在东南亚地区 节节失利 为了测应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行动 日本驻中国军事代表 港村宁次 近期准备在中国发动一次 大规模的战争 日本人又要开打了 对啊 老家估计此次战役将会非常之大 那老家那边要求我们做什么呀 为了配合此次战役的顺利进行 日本驻中国派遣军 在中国北方地区 筹备了大量的军用物资运往南方 日战区的筹备情况 还没有完全建成 特别是粮食 要从上海等地解决 这下我就全明白了 我说怎么最近日本宪兵 在上海大丝搜刮大米 还有面粉这些东西 所以老家命令我们 要尽快摸清敌人 物资转运库的情况 只有摸清了这个情况 才能毁掉它 好 我去侦查一次 怎么样啊 洛伯伯 您现在血压很正常 是吗 世耀 谢谢你啊 世耀 你先别走 你坐下来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我们陆深两家呀 是有婚姻约的 世耀 你能做我们家的儿媳妇 我其实打心眼里特别高兴 但是浩天不堪大任不说 居然还为虎作仓 只要你愿意 你随时可以解除 跟浩天的婚约 我绝不阻挡 陆伯伯 跟您说句实话吧 其实那块玉杯 我一直放在口袋里 可是 我怕自己和浩天之间的感情 魄力 生怕伤了您的心 你 所以我真的很庆幸 您能跟我说这番话 你要乖 就怪我自己没有这个福气 做您的儿媳妇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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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没有这个福分 咱们没有这个缘分 不怪你 好 好 不 陸伯伯现在情况不稳定 我希望你不要再去刺激他了 我是来找你的 我跟你之间没什么可谈的 对了 这个给你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解除婚约 不可能 我不同意 这事由不得你 陆伯伯都已经同意了 我父亲说了也不算 我还不答应你 石阳 石阳你听我解释 你放开我 你听我解释 我是因为大华和陆家 才替日本人做事情的 要是没有我 大华和陆家早就没有了 如果没有你 陆伯伯也不会住进医院 你给我让开 石阳你听我解释 我不听你解释 你给我时间好不好 你放开我 你给我点时间行不行 石阳你听我解释 听我解释 陆昊然 你这是干什么 我警告你 你要是再对石阳 动手动脚的话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她是我的未婚妻 你凭什么管我 我不是 我已经把玉佩还给你了 再说了 陆伯伯都已经同意 我们解除婚约了 陆昊然 我现在请你把事离开这里 如果你不走的话 信不信 我马上把你送到巡捕房去 陆昊然 你给我等着 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沈伯母 请进 结婚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这儿可是你的娘家呀 不能太寒酸了 其实我跟豪然善良好了 我们希望一切从前 请坐 那也不能太委屈你了 这是什么 这个 这就是陆伯父手上的 另外一件信物 那 那这种数字是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另外一组密码 就应该在这里面 那其他的密码 已经破解出来了吗 我们已经破解出来了一组 我们已经破解出来了一组 这上面的密码我们已经破解出来了 其实很简单 把这几个英文字母 找到对应的西伯来语字母 然后根据西伯来语对应的阿拉伯数字 把这几个阿拉伯数字 我现在得到的就是这一组密码 那那是多少 五八三 哦 不规律可循 然后 大卫之心下人背后是一句话 也不是一个单词 也不能用这个办法 现在我又陷入了枪局了 放心 我们一起来想办法 威克多留下的密码之谜 迟早可以被解开的 好 刚才下着了吧 喝点水 震进身 你啊 你啊 跟小的时候一样 性子还是那么急 你说 这陆浩天要是再来找我的话 我该怎么办 放心吧 有我呢 我以后每天都来看我父亲 我会保护你的 真的 你还会像 小时候那样保护我吗 当然 我会像小的时候一样保护你 如果你愿意 我以后随时来接你上下班 你要记住 你的浩然哥哥呀 永远陪伴在你的身边 这 可是你说的啊 说话算数 不许骗我 你说的 又没办法是 我没办法是 是 我 做什么 我 我 我 就 你 你说 不要 我 让你 行 召集我们的破译精英人员 来破解隐藏的这种数字后面的密码 根据我对威克多的了解 他是一个民族感很强的犹太人 所以 我们要从犹太文化和希伯来语入手 是 属下离开去办 日本人在物资转运库外围 一共设置了四道关卡 明着两道 按着两道 第一道是由黄邪军来把守 因为日本人对他们保密 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把守什么 所以只要使点钱 很容易就能把这道关过去 第二道是由日本特务便衣进行把守 他们没有民港 只有暗地里的监视 因为他们的人不多 所以只在几个主要的路口进行射防 因为我知道一条小路 所以很轻松地就可以绕过这道关卡 第三道 就是物资转运库外面的日本士兵 他们的警觉性非常高 只要见到中国人就立刻逮捕 第四道关卡也是最厉害的 日本宪兵大队会派出巡逻车 不定时地进行巡查 根本就是防不胜防啊 现在日本人这么严密 我们的任务是越来越棘手了 的确 根据我所摸清的日本人的守卫情况 我说句实话啊 现在就算一只苍蝇也别想飞进去 就算我们侥幸混进去 估计也很难出来 因为这次日本人的把守 要比上次集中营高得多 是啊 上次聚集中营 就是因为他们守卫过于森严 我们才没进去嘛 可是我觉得不一样啊 上一次是为了往外弄人 而这一次呢 是为了炸掉他 这根本就是两回事嘛 如果我们这次反其道而行之 如果我们这次反其道而行之 会不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呢 好人 你有什么好办法说说 我办法都想到一个 陈仲 你刚才不是说谭望族 向你复兴借粮食吗 是 我看啊 我们可以利用这次机会 做他一点文章 所想 我们的破译人员 对您给的那组数字 已经有了进展 破解出结论了吗 我们的破译人员 根据那十六个数字 以及您的提示 反复进行了实验 确认那十六个数字 是英文二十六个字母的序号 A代表一 B代表二 用数字 转换成字母 是 阁下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我没有见过这个单词啊 这是一个名词 因此是 摩西五经 摩西五经 这摩西五经 会有什么秘密呢 阁下 这也真是我们疑惑的地方 摩西五经 是藏于生情之中 实施 那五章没有分开而已 可是 我们翻遍了整个全部的五经 却没有发现其中的任何奥妙 我明白了 你们只是破解了这组密码的第一层 至于第二层 你们就束手不策了 抱歉 阁下 我们的破译人员 是军事密码的专业破译人员 维克多的这组密码 与军事密码毫无关系 它只是涉及到了英文 西伯兰语 以及犹太文化 我们的破译人员 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还很浅薄 所以 宋锦非常抱歉 这在情理之中 维克多当初设计密码 就是为了防止 我们的专业破译人员 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就能够破译密码的第一层 我已经感觉很欣慰了 谢谢阁下夸奖 好了 剩下来的事情 就交给我去办吧 晚上好 罗大夫 谁 你猜我是谁呀 你到底是谁呀 你吓死我了 我就是想给你个惊喜嘛 谁知道你这么不惊吓呀 黑气马虎的你突然出来 不能不害怕吗 好了好了 我错了啊 看在玫瑰花的份上 你就饶了我这次吧 看在玫瑰花的份上 看在她的份上 那我也不原谅了 罗大夫 您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小的认罚 你陈大公子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说吧 来找我干吗 我想跟你借点东西 什么东西 借点硫酸 一小瓶就行 你要硫酸干什么 又有行动啊 你能不能别这么聪明啊 你偶尔装一回啥也行啊 我这什么都没说 你就全都给猜出来了 本来嘛 硫酸又不是什么寻常的东西 又是你要借 不是行动是什么呀 好吧 是啊 是有行动 我想做一个烈性的炸弹 炸弹 小点声 你是生怕日本人不知道是吗 说吧 你到底要干什么 明白了吗 还有更安全的办法吗 放心吧 有我在 而且 为了你 我也会注意安全的 我也会注意安全的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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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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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来 请坐 喝什么 咖啡 茶 什么都不用 行 安妮 你那个密码我有个想法 不知道对不对 是吗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看 像这些数字都是在三十以内 我想 会不会是一组什么具体的数字 所有的数字 都是在三十以内的 是啊 这机有可能 那你用这个数字 我们来研究研究 好 什么样的数字 会是在三十以内呢 安妮 上一次你说 用西伯兰语读 对应就出来了 那是不是可以用西伯兰语字母 我试一下看看 好 怎么样 不行 根本什么都不是 大概我的想法错了 等等 也许这个可以试一下看看 什么 英文字母 我可以用英文字母 对应一下看看 怎么样 小伙子 你这家伙怎么走路没声啊 你差点引起爆炸你知不知道 对不起 只也习惯 只也习惯啊 你那边车准备得怎么样了 放心吧 都准备好了 你这炸弹怎么样了 我看就这么一点点 别到时候像炮筑一样 光想没威力啊 我告诉你 我当年在法国留学的时候 用量只有现在的一半 怎么样 整个实验室 全没了 真的啊 我就是因为这个被开除的 有这么厉害吗 当然了 先别吹啊 行不行到时候一用快就知道了 你就瞧好吧 我找到了 神父母 我找到了 找到了什么 是英文 是Bentadduk secret 是英文的 你说的这个 是什么意思啊 Bentadduk就是摩西五经的意思 摩西五经有什么秘密啊 我句句以前跟我说过 十三世纪 一个叫巴奇亚的犹太牧师 发现了藏于摩西五经中的密码 摩西五经中每个五十个字母 跳度它可以拼出Dora D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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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对 是Dora Dora是什么 摩西五经中的密码就是Dora这个词 就是说这个密码只要用Dora这个词就可以找出来了 对 对 没错 我还是可以用第一组密码的那种方式看看 看看 D 对应的是9 O 对应的是70 2 对应的是200 A 对应的是1 H 对应的是5 9加70加200加1加5 加起来一共是285 这一组密码的数字是285 我天哪 安妮 太棒了 你的维克多舅舅一定会为你感到自豪的 你已经破译了两组密码了 对啊 这一组密码比上一组要复杂得多了 多归圣伯母帮忙 圣伯母我太感谢你了 我也是凑巧罢了 虾毛碰到死耗子 不过现在我们只差最后一组密码了 对啊 可是 大卫之心背后的是 一 一句话 就根据两次的经验 不能用这样的办法 可是我还是献不出来 安妮 不用悔心 你已经破解了两组密码 你维克多舅舅 是相信你的能力的 你绝对不能灰心 不要忘记了 你舅舅在天上看着你呢 万能的主啊 保佑舅舅身如天堂 保佑我找到密码 我保佑我 我保佑我 找到密码 爱过以后我才发现 有些承诺必须永远 感谢你陪在我身边 黑暗中让我看见 远方的光照进了家园 勇敢的向前往 不要再悲伤不要绝望 听起那受伤的胸膛 在困境中更要变得坚强 勇敢的向前往 不要再悲伤不要绝望 听起那受伤的胸膛 在困境中更要变得坚强 听起那受伤的胸膛 在困境中更要变得坚强 听起那受伤的胸膛 在困境中更要变得坚强